这是一只孟加拉虎 虽然鸡肠鹿鹿 但依旧步伐稳健 色彩斑斓的纹身 矫健有力的四肢 龙鱼虎啸吞山河 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 它倾台慢放 正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茂密的灌木丛 是它与生俱来的隐身衣 这里遍地都是猎物 如同大型的自住餐厅 然而今天它所定的目标 是一只落单的水鹿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与同伴走散的它 正屠服在地上 准备小气一会 寂静的树林中 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状态 虽然它高高地仰起头 聆听任何风吹草动 却依然未能察觉危险逼近 孟加拉虎的速度 让水鹿来不及起身 就已经被暗倒在地 水鹿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 这预示着自己性命 危在旦夕 作为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 冷酷和无情 从来不会缺席 水鹿的哀嚎 并没有得到它的怜悯 而在它坚定的眼神里 只有水鹿的脖梗部位 一刀刀深深的爪印 清晰可见的刻在臀上 在孟加拉虎完美的控制下 瞄准时机 猛然一个跳跃 便扑到了背上 它伸长自己的脖梗 咬住水鹿的喉咙 想要逃跑的水鹿 在强而有力的撕咬下 伴随着阵阵哀鸣 然后轰然倒地 粗壮有力的四肢 在慌乱中 渐起片片灰尘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力尽挥散 伴随着大腿 渐渐僵硬 以及眼睛失去的光芒 迎来的便是这树林的寂静 孟加拉虎缓缓松开大嘴 眼中阴霾沉沉 堪比大雨之前 让人难闷至极的天空 仿若压抑了雷霆万军的怒气 冷如鼠酒寒天 让人心中畏惧大汗 这顿丰富营养的大餐 足足够它吃上几顿 接下来要做的 便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慢慢享受这顿来之不易的美餐 身穿皮奥黄又黄 呼啸一声万寿荒 虽然没帅兵河江 微风林里山大王 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 老虎是体型最强壮的 同样是人民乐死不疲谈论的动物之一 而孟加拉虎则是老虎中的佼佼者 一个世纪前鼎盛一时 有一百多万只的野生虎 盘居于山林 仅仅才过去一百年 现如今全世界仅存的不足四千只 而孟加拉虎更不所剩无几 这些位列龙凤 象征着勇敢无畏的活图腾 在自然世界与人类文明的碰撞中 迟到的意识以及严厉的坚守 又能否在种群数量上稳步上升 他们的王朝又还能延续多久 大家好 我是老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您观看这一期视频 创作不容易 还麻烦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忙点赞加评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